美國中聯合國大使取消訪臺 總蔡英文視訊對談 表達參與聯合國的意願 情緣肺炎疫情 中國河北出現一例死亡個案 美國出現兩種新變種的病毒 從北自來水泛黃 有四百五十萬人受影響 回水處補償基本費和用水費 在日內兩位被彈劾 美國總統川普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人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一月十四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曹彥峻 美國國務院要準備政權交接 所以取消了訪臺行程的美國駐 聯合國大使克拉福特 十四號上午是和總統蔡英文視訊會談 總統表示感謝克拉福特對臺灣的支持 同時也當面了表達希望可以加入聯合國 還有其他的周邊組織 克拉福特是在推特上表示 美國會持續的支持臺灣 更抨擊是因為中國的阻撓 才無法讓臺灣在世衛大會上 來分享防疫經驗 但中國的駐聯合國代表團 就怒批美國不守信用 還向克拉福特要再讀一次聯合國憲章 因為美國國務院取消所有出訪行程 而無法來臺訪問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福特 十四號上午透過視訊方式跟總統蔡英文進行對話 蔡總統除了藉此感謝克拉福特 堅定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希望未來有機會在臺灣見面 也當面表達希望加入聯合國 及周邊的國際組織 蔡總統表示 克拉福特停臺的作為 鼓舞了臺灣人民 事實上 大家都非常喜歡他 更提到曾經出現在照片中的 臺灣黑熊玩偶 激發了年輕世代 想要多加了解 進而共同努力幫助臺灣 成為聯合國的議員 克拉福特也在推特表示 能跟蔡總統通話是一項極大殊榮 並批評因為中國阻撓 臺灣未能在聯合國和WHA分享成功的防疫經驗 表示美國永遠支持臺灣 不過視訊對談又引起中國反彈 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表示 這是美國政府不守信用的右翼立正 更嗆克拉福特要再讀一遍聯合國憲章及決議 另外曾多次發表挺臺言論的美國前亞太助卿坎貝爾 即將就任拜登政府準備在白宮設立的亞洲沙皇新職位 擔任印太事務協調官 這項人事命令也獲得證實 駐美代表蕭美琴也推文 期待跟坎貝爾合作 坎貝爾跟總統蔡英文也有交情 更曾訪臺 外交部正面看待接下來的臺美關係 而拜登二十號就將就任 但是目前美國內部情況混亂 拜登就職典禮規模縮小 甚至可能改成室內 外交部表示爭取參加的困難度更高 還在協調當中 記者和一朋友 左往心中 臺北報導 桃園某醫院發生了醫護確診新冠肺炎 疫情指揮中心匡列 並採檢了五百二十三名的接觸者 都是呈現陰性 排除了第一圈的接觸者染疫 而從明天開始 會對於該醫院擴大採檢 預估還要在驗三百到四百人 來釐清第二圈的接觸者是否有帶病毒 除此之外 新冠肺炎患者的出院條件 也進行了修正 只要症狀緩解超過了三天 連續兩次核酸檢測陰性 或是CT值三十四以上 還有發病日超過了十天 這三項條件符合就可以解隔離出院 國內爆發首例醫師感染新冠肺炎 並傳染給女友護理師 造成社區傳播 引發外界擔憂 疫情指揮中心緊急匡列 並採檢兩人醫院接觸者 包括醫師 護理師 行政人員 住院病人及其家屬 總共四百六十八人 一採結果全部都是陰性 複查有症狀者七十七人 二次採檢也為陰性 社區採檢總共五十五人 除了案八三九護理師是陽性 其餘都是陰性 陳時中表示為了讓民眾更安心 十五號起將針對部門有短暫接觸者做篩檢 預計增加三四百人 分兩天完成 另外考量目前住院一百零四位 新冠肺炎確診者 大多為輕症或是無症狀 因此從即日起 只要症狀緩解超過三天 連續兩次PCR核酸檢測CT值 大於或等於三十四 或一次陰性 一次CT值大於或等於三十四 或是兩次採檢陰性 以及距離發病日超過十天等 三項條件均符合 就可以解除隔離出院 根據文獻 再還有我們自己實驗室的資料 那知道說大概CT值大於等於三十四 或三十三以上 就不會再有傳染力了 至於一千五百間 協助春節返鄉的集中檢疫所專案 到十三號晚間已經全數訂完 指揮中心會在盤點亮能 評估是否再釋出檢疫所空間 記者 有一名男子從中國返台 結果沒有配合居家檢疫 還刻意失聯並搭击到了金門 屏東縣衛生局協群之後 將這名男子裁罰七十萬元 那他是因為超過七十二十四小時 沒有達七十二小時 所以我們依照裁罰基礎 罰了他六十萬元 那也因為他沒有配合 那個轉變防治法的相關規定 然後又自己又從機場回家 這名男子在去年十二月三十一號 從中國廈門搭機返台 但入境桃園機場之後 立刻失聯 緊張信訊當中是查到 入境之後當天下午 他又從臺北搭機前往金門 並在一月一號飛回臺北 二號才回到屏東的方寮住處 因此衛生局是重罰了七十萬元 並送往集中檢疫所 循環疫情燃燒 從明天開始 民眾回臺之後 必須要遵守隔離 一人一事的規定 所以有不少臺商 是在最後期限之前 趕快返台 也讓桃園機場出現了 大批的臺商返台潮 但還是有一些臺商 因為防疫旅館有限 還有隔離天數會更長 就只好選擇在中國過年 推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桃園機場一早就陸續 湧入趕著返鄉過年的臺商 因為從十五號開始 防疫再升級 除了非本國籍人士 暫緩入境外 如果是本國籍人士 入境居家檢疫 也得遵守一人一戶的規定 原本就覺得說 怕會有意外 所以就早一點點 比平常的時間 再早一點點 有些人還是會留在那邊 因為要隔離政策 除了反國民眾 居家隔離十四天限 一人一戶 如果再加上七天 自主健康管理 等於必須提早返台 才能回家過年 原本一月中下旬 會出現一波反臺潮 推估高峰將有五萬多人 但現在因為居家檢疫 變得更嚴格 防疫旅館一防難求 加上來回的隔離期 恐怕拉更長 不少臺商臺幹 乾脆留在中國不回來過年 由於中國疫情捲土重來 河北每天的病例數暴增 封鎖的成都和去年武漢相當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針對臺商團體呼籲的春節泡泡 臺商泡泡 目前都不考慮推動 這也讓今年返台過年之路困難重重 記者委呈陳立峰 詹淑雲 台北桃園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方面 美國出現了兩種新變種病毒 而根據全球官方通報 美國已經有超過兩千三百萬人確診 其中死亡個案最多的紐約 目前是把兩座大聯盟的球場 都徵用為疫苗的接種中心 而與此同時 世衛組織的專家小組 是在臺灣時間的十四號中午左右 抵達了中國武漢 希望可以多瞭解病毒和疫情的起源 但至於中國的配合調查程度 到如何 還是世衛直屬 世衛組織專家搭乘的專機 抵達武漢機場後 十名成員從完全隔離地走到進入航廈 專家們只戴著口罩 和身邊幾乎全副武裝的醫療 與接待人員形成明顯的對比 事實上 早在第一波疫情期間的去年上半年 美國與澳洲就先後強力要求中國 讓外界專家入境調查疫情 還引發中國與有關國家緊張 不過同一時間WHO的專家們已經擬好調查計劃 專家指出 一次的實地查訪 不可能馬上找出答案 而北京當局配合的程度 甚至會不會暗中阻撓都是一大問題 而在仍舊延燒的疫情方面 當美國政壇聚焦於總統彈劾案的同時 各地方政府施打疫苗的工作 也在加緊進行 加州雖然在累積確診病例排名第一 但被列入死亡人數的 卻已東岸的紐約最多 因此包括大聯盟紐約陽基球場 大都會球場等地 都用來作為疫苗施打中心 以求儘快讓更多人得以接種 目前累積施打人數 已經超過了一千零二十萬人 聯邦政府原先做出 嚴格規範要求優先給第一線 醫療人員施打疫苗 但被各方認為 這將延遲接種速度 因此改為把六十五歲以上 民眾都列為優先對象 至於疫苗的來源 目前除了輝瑞和莫德納 兩家藥廠 教生公司日前也宣布 該公司所研發 只需要施打一次的疫苗 今年三月可以上市 預計年底之前 累積供應量可以達到十億 公司新聞學家人編譯 国内出現第一起 醫師確診新冠肺炎的個案 而且衛生署長楊智良 是在日前抨擊 說這位醫師 沒有落實防疫SOP 應該將他開除 引發了各界討論聲浪 但台北市醫師職業公會 就認為 過分苛責於個人 這不利於防疫 但楊智良也反問說 醫師有症狀 卻持續地照顧病人 還在同軍人爬爬灶 這樣是否有雙重標準 桃園市有醫院傳出 國內第一起醫師 確診新冠肺炎的個案 讓社會高度關注 請問生署長楊智良 更抨擊該名醫師 沒有落實防疫SOP 應該要開除 而身為醫師出身的 台北市長柯文哲 在14號上午回應 可以怪醫師穿脫衣服 不夠仔細 但罵完還是要關心一下 口罩沒有戴好 這衣服沒有穿好 這脫的技術不好 還是我相信 我還是可以找到他的缺點 那不然他怎麼會被感染 但是這樣 罵完以後還是要給他說 還是要給他鼓勵 他完全失控了 不只是失言 而且那一份態度 真的不像是做過 衛生署長 對醫護同仁 他的付出 他的辛苦 他都沒有同理心 清北市長洪友宜 則說郭宇克 借料多給醫護人員鼓勵 已經有症狀了 你還要去照顧病人 你還要帶著你的同居人趴趴走 那我問你 你是院長怎麼做 如果是這樣好棒棒 那我也跟陳中回答一樣 無言以對 衛福部和該醫院 應該要去落實 做到所謂的根本原因分析 我們同意調查 我們也同意 醫規定懲處 但是絕對不是解雇 或開除這麼違反比例 原則的手段 公會指出 這一年下來 醫護人員的工作量大增 內心需要承受的壓力很大 而過分苛責第一線人員 並不利於防疫 新聞三萬單位 確實分析原因 有錯誤的地方 就要加強教育訓練 讓醫護人員改正 繼續為民眾服務 並呼籲各界 讓口水戰就此停止 在桃園 郭志玲 詹淑雲 泰北桃園報導 前院長蘇貞昌就任滿兩週年 開記者會來系數 過往的政績 包含了防範非洲豬瘟 還有推動同婚專法等 是用好家債 來形容政府作對的決定 讓臺灣成為亂世中的福利 至於近期 內閣改組的傳言不斷 蘇貞昌是否認 表示自己沒有倦情 依然很熱情 但至於是否有可能 再戰二零二四的總統大位 他是以臺語來回應說 不會癢就不用再燒了 細數七百三十二天達成的政績就任滿兩週年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十四號舉行查詢 談到過去兩年 堅持發放三倍券 而不是發現金 推動同婚法案 防範非洲豬瘟等 都做出對的決定 也稱讚蔡總統領導 更派羞恐說好家債 蘇貞昌感謝團隊的努力跟堅持 表示曾跟蔡總統深談 總統曾說他是護國的院長 未來還有好多事情要做 只是近來內閣改組傳言不斷 蘇貞昌直接回應 沒有改組打算 對院長職務也沒有倦情 依然熱情昂揚 近來包括萊豬進口等爭議 讓民眾對蘇貞昌的不滿意度升高 他坦言當初接下隔魁 民調才百分之八 希望開低走高 在做事跟討喜之間 他選擇做事 希望國人諒解 至於二零二四年 是否可能再戰總統大位 蘇貞昌說 人生劇本要翻到那一張才知道 但選總統這件事情 則又一句台語 四兩波千斤 記者韓言朋友組台北報導 進行天氣寒冷也造成了用水災情 中美市的民眾在前兩天是陸續的反映說 有發現到自來水泛黃的情況 北水處調查之後是研判 因為天氣冷導致水庫的儲水出現了上下翻角現象 所以就抽取到猛含量比較高的水 導致水質氧化泛黃 緊急處理之後 今天凌晨是恢復了正常 或是會補償受影響的四百五十萬人 一共十天的基本費和用水費 在板橋的民眾 十次要打開水龍頭 水終於不再泛黃 因為從十二號開始 雙北居民的自來水 接連有泛黃的情況 還有民眾在臉書視團中 貼出濾心辨識的照片 質疑自來水出了問題 最近這個天氣的變化太大了 皺冷 那個急速的冷之後 那寒流來襲 對這個水質 的確會有一些變化 它會產生這個 翻擾翻動的一個情況 北水處強調 受到氣溫影響 影響水的密度 底層密度大 水溫變化小 可是臺灣的冬季 溫度低 表水層的溫度降低 低於中低層的水溫 密度則大於底層的水 因此產生水質翻角 讓北水處取得翡翠水庫中 猛含量較高的水 導致水質氧化泛黃 我們這次預計減免五天 另外我們在給予補償五天的 這個基本費跟這個用水費 我們都會全力的咬嘴水質的問題 讓民眾能夠用一個乾淨 又健康無遺的水 這才是我們預計的責任 新美市長 華友宜強調 市府已經要求北水處做好檢測 北水處則強調 經過緊急處理 十四號凌晨 水質已經恢復正常 受影響的 約有四百五十萬人 將適用水情況 補償共十天的基本費及用水費 約一百到五百元不等 記者 陳嘉欣 謝時渊 台北報導 台中市的搜救單位 是冒著低溫和積雪 來上山尋找 在去年十二月 丹宮南投白骨大山 而失聯的陳姓男子 結果在十三號的時候 相關人員前往吉他營地過夜 卻疑似聽見了 臺灣黑熊的低吼叫聲 附近還可以看見 疑似黑熊足跡 讓隊員是繃緊神經 同時領館處就提醒了 如果民眾真的是遇到 臺灣黑熊的話 一定要安靜地退開 千萬不要激怒 或者是靠近 台中市消防局的救難人員 冒著低溫和下雪 持續在白骨大山的山芋 尋找陳姓失蹤登山客 十三號下午五點多 來到吉他營地紮營區 卻聽到動物的低吼聲 雪地上還有腳印 三位隊員神經緊繃 就怕熊出沒 全員隨時準備撤離 等了好一陣子 確定疑似熊的動物已經離開 才安心休息 不過董事林管柱對救難人員 遇上是否為臺灣黑熊存疑 但由於近兩年來 民眾在中部的林道及果園 正面遭遇黑熊的通報次數 確實增加 提醒如果遇上臺灣黑熊 要安靜地退開 不要激怒對方 那可以緩緩地後退 千萬不要背對著熊跑 或者是裝屎或者是爬樹 那熊大多時候在這個情況下 會主動地離開 台中市50歲的陳姓男子 去年12月26號 與其他五名山友 擔攻南投台中交界的百岳 白姑大山 下山途中失聯 台中市消防局救難人員 搜救任務來到第20天 透過地面人員及空拍機 在食譜區的方向沿途搜尋 尚未發現陳姓男子的蹤跡 卻先遇上了疑似熊的動物 除了要救人 也要在低溫和疑似熊出沒的區域 保護自身安全 記者黃球魔幻群 台中報導 民眾總統川普成為美國史上 第一位二度被彈劾的總統 黎茫中醫院在13號的時候 表決通過彈劾案 將送往參議院 但參議院的共和黨領袖麥康諾也已經表態 不會立即的進行審議 這也代表川普可以完成任期 而除此之外 紐約宣布要終止和川普集團的合約 因為川普他身為總統 卻涉入煽動國會暴力 眾議院以煽動叛亂為名 對川普提出彈劾 最後以兩百三十二票贊成 一百九十七票反對 通過投下贊成票的議員中 有十位是共和黨人 川普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二度遭彈劾的總統 根據美國憲法 彈劾案將送往參議院審議 在獲得三分之二參議員投票同意之後 川普將卸除總統職位 川普再一週就卸任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諾發言人推特貼文表示 他不會動用緊急權力 於本週召開會議處理川普的彈劾案 這也意味川普應該能夠順利完成任期 此案通過之後 川普透過白宮推特發布影片 沒有提到彈劾 焦點擺在國會大廈暴力事件 紐約市將終止與川普集團的商業交易 包括中央公園旋轉木馬 溜冰廠 以及布朗克斯高爾夫球場合約價值超過一千七百萬美元 白絲毫表示 煽動明顯構成犯罪活動 雙方合約鳴定 若一家公司領導階層 參與非法活動 紐約市有權中主合約 川普集團對此誓言對抗到底 表示 紐約市在法律上會站不住腳 更痛批紐約市府政治歧視 公視新聞 黃玉琳編譯 香港政府在日前已觸犯國安法 大規模地逮捕了五十多位的泛民派人士 引發國際踏罰 結果今天又發動第二波的拘捕行動 包含九龍城區議員黃國彤等十一個人 一次被指控在十二港人案當中協助罪犯 土耳灣書店老闆林榮基就認為 黃國彤有可能被罵知莫須有的罪名 更強調三港不安全 呼籲港人離開 遭港警層層包圍 香港九龍城區議員黃國彤 雙手上銬 被帶回自己的辦事處搜查 他對著鏡頭高喊堅持民主法治跟人權 港府日前已觸犯國安法 大規模逮捕五十多名泛民人士 引起國際踏罰 十四號在發動第二波拘捕行動 逮捕包括黃國彤 學年前副秘書長何傑鴻的母親 等十一人 疑似被控在十二港人案中協助罪犯 黃國彤一早在臉書自曝 六點十分國安就到家裡 將他帶走 目前仍沒更新動態 黃國彤過去在反送中運動相當活躍 也曾多次提供示威者義務法律援助 更是保護傘行動的發起人之一 去年在臺北開設保護傘餐廳 雇佣來台尋求庇護的港人 銅鑼灣書店老闆林隆基認為黃國彤可能被罗知莫須有的罪名 林隆基直言香港根本沒有一國兩制 港府接下來可能鎖定新聞媒體出版業 限縮言論自由 局勢只會更險峻 喊話港人儘速離開 針對港府接連發動拘捕 陸委會表達高度關注 強調國際社會質疑且批評港版國安法 呼籲中國貫徹香港的一國兩制 陸委會指出香港民調顯示有72%的港人對於過去一年香港的發展感到不滿 港府應透過包容理性的態度面對人民訴求 不要再變本加厲 打壓異議人士 記者 黃杰 張志佳 吳家寶 臺北報導 民間總統當選人拜登即將上任 為了確保交接程序可以順利 不讓先前的國會暴亂重演 所以華府在日前是宣布緊急狀態 並出動了最多兩萬名的國民兵來為安 華盛頓特區市長也呼籲全美各地民眾不要來訪 除此之外 情報單位也警告 美國今年有可能會發生本土極端分子的攻擊事件 美國國民兵部隊成員輪流躺在國會大廈稍作休息 上週國會才發生川粉闖入暴亂事件 造成五人死亡 加上目前國會開始就川普彈劾案舉行聽證會 國會大廈的維安工作容不下再次出現閃失 在華府的另一頭 就連副總統潘斯位在美國海軍天文臺的官邸 也被架起臨時柵欄加強維安 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即將在二十號宣誓就職倒數不到一個星期 為確保交接程序順利進行 白宮十一號宣布華府進入緊急狀態 一路延續到二十四號 並出動一萬五千名國民兵 最多可能達兩萬名進駐華府 特區市長包瑟十三號在記者會上表示 為了避免再度發生流血衝突 請美國民眾不要前往華府特區參加就職相關活動 我們指領美國人 not to come to Washington DC event but instead to participate virtual and we know that is the right choice and the best way to keep everyone safe and I also requested that the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cancel any and all public gathering permits i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nd deny any future applications during the special event period CNN聲稱取得聯邦情報單位的簡報 內容指出上週的國會暴動 很可能會激發來自國內極端主義分子 在二零二一年的接下來 持續發動攻擊事件 此外CNN還引用匿名消息 稱聯邦調查局FBI掌握資料顯示 十七號華府和全美各州州議會 將出現抗議人士發起和平武裝集會 表達對大選結果的不滿 而FBI正在找出 其中可能造成威脅的極端分子 不過FBI並沒有證實這項消息 公視新聞林孝茹編譯 因為極端氣候的影響 全球各地冬天都打破過去的 寒冬低溫記錄 像瑞典出現暴風雪 不只大學阻礙了交通 還造成零下四十度的低溫 導致有上萬家庭碰上了停電 困擾 而西班牙的低溫狀況 當局還限制用電 讓平民必須要生火來取暖 但就連習慣低溫的俄羅斯也必須要增加 臨時的取暖設備來提供民眾使用 一輛又一輛的卡車陷入大雪中 動彈不得 瑞典海內桑德市出動除雪車隊 迅速清除道路中的積雪 受到極端氣候影響 全球各地的冬天紛紛創下新的低溫記錄 瑞典出現暴風雪 高達六十公分的積雪 讓鐵路跟公路停擺 而瑞典北部跟芬蘭南部當地十三號 總共有上萬戶民宅還因此停電 因為交通不變 當局預估 維修的時間將會拉長 未來幾天的氣溫 還可能會降到零下四十度 同樣是歐洲國家的西班牙 則是各地創下低溫記錄 阿拉共自治區 低溫達到零下二十五度 全國已經有至少五人冬死 而在瑞德里郊外的卡納達雷亞爾 平民窟 當局為了斷絕 違法大麻業者的用電 停止供電 讓居民必須生火取暖 或是靠小型的燃料發電機 來供熱煮飯 馬達里的醫療系統也受到了寒冬影響 許多要送醫救治的新冠病毒患者 常常因為大雪擋路 拖延到送醫的時間 連習慣寒冬的俄羅斯 平均溫度在零下十五度到三十度 也在國道附近 臨時增加了至少三十六個供暖設施 提供民眾暖氣 熱湯跟熱茶 以及短暫的休息床位使用 故事新聞陳頌編譯 對於中國破壞新疆維吾爾族人的議題 英國和美國是祭出了反制措施 英國是在現代奴役法當中 來新增罰則 如果未來使用到涉及新疆 強迫勞動的商品 就會面臨罰款 至於美國是不准新疆棉 還有番茄商品入境 面對中國涉嫌強迫勞動 壓迫新疆維吾爾族人 因美濟出新措施反制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宣布 從十三號開始禁止新疆生產的棉花 與番茄商品入境美國 一旦查獲將會扣押貨物 譴責中國野蠻行徑 英國早一步於十二號公布 在現代奴役法中加入罰款 要求公司部門使用的產品 不可涉及新疆強迫勞動生產 否則會面對巨額罰款 這將避免英國民眾 購買有污點的產品 淪為新疆人權迫害共犯 新疆供應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棉花 但一直以來這些商品是由被拘留 強迫勞動的維吾爾穆斯林生產 而這也是繼中國政府實施港版國安法 英國放寬香港居民拘留限制後 再度寄出手段捍衛人權 另外美國影像監控研究機構發現華為在二零一八年七月申請一項專利 透過AI技術偵測行人特徵 進而分辨是漢族還是維吾爾族人 這項證據也顯示中國試圖利用科技監控少數民族 公司新聞網本編譯 南韓前總統蒲警惠所涉及的貪污濫權案 折克法院在十四號判決定驗 處理二十年有期徒刑 還有一百八十億韓元的罰金 折克臺幣大約是四點六億元 還要追繳犯罪所得三十五億韓元 南韓第一個女總統蒲警惠 在二零一七年因為閨蜜們干政醜聞 被彈劾下臺 她被指控的濫權 還有國情願特別活動廢案 一審是眾判三十年 還有兩百多億的韓元罰金 但前年發回更省之後 情度是大減輕 十四號最高法院是維持更省的判決 兩岸是一共判處二十年徒刑 還要加上先前違反了選舉法的兩年 一共是要吃二十二年勞犯 外加沒收資產和高額的罰金 至於閨蜜們醜聞的崔順時 最高法院在去年六月 是維持首爾高院的十八年徒刑定驗 德國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 將會在十六號舉行新黨魁的線上選舉 而三位民調領先的候選人 在柏林總部對於各方所關切的議題 來進行公開辯論 這場黨魁之爭 不但會決定後梅克爾時代的路線 還會左右歐盟未來的外交 以及防衛決策 引發了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基督教民主聯盟 梅克爾指定的接班人克朗普 去年二月爆發領導無方的醜聞後 便宣布放棄尋求連任 自此之後黨主席選舉就呈現三難相爭的格局 現年六十五歲政治立場請佑的梅茨 是民調的領先者 這是梅茨自兩千年的黨魁選舉之後 第二度出馬參選 敗給克朗普二零零九年離開國會之後 十年的時間他遠離政壇 在商業界以企業顧問律師的角色 發光發熱 身家暴增了好幾百萬美元 晉身德國貝萊德投資公司的董事 梅茨代表著清商與回歸傳統教保守的路線 他曾說無論基民聯盟願不願意 都應該要走出梅克爾的陰影 多次發言要求改革難民制度 而他的弱點是缺乏實際執政經驗 民調位居第二位的是現年五十五歲 德國聯邦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羅特根 他曾擔任兩年的環境能源保育 及核能發展部長 氣候暖化及能源安全議題都有涉足 拉攏綠黨吸引年輕選民青睞 被視為黨內進步派正義的人物 至於黨內經所支持的是現年五十九歲人口大洲北萊英威斯法輪州的州長拉雪特 他是大聯合政府的擁護者主張延續梅克爾路線 基督教民主聯盟1101位的黨代表將在16號舉行線上投票 預計結果二十二號將會出爐屆時如果無人拿到過半的選票 將再舉行第二輪投票 德國將在九月舉行聯邦議會大選 梅克爾防疫有成讓基民聯盟支持度大增 新任的基民聯盟黨主席可能會是總理的人選 若不他也握有由誰擔任總理的決定權 公視新聞王滬文編譯 因為性別 性向或者是孕婦等身份 來碰上就業歧視的案件事實有所聞 但是高雄岡山卻發生一起勞資糾紛 是以婚姻狀態和婚嫁為主 勞工在報導的時候和公司預告邀請婚嫁 結果公司是以勞工面試說已婚 報導改口未婚這不夠誠信 還有請婚嫁可能會影響到業務推進 為理由來解雇勞工 經過向勞動局的申訴 雇主被開罰三十萬元 再提起的行政訴訟最後雇主被駁回 想請婚嫁竟然會丟工作 高雄一名女性勞工前年五月被岡山一家生計公司錄取 沒想到上工當天告知公司近期將結婚會請婚嫁後 雇主認為面試時勞工說已婚且可立即上工才雇用 現在卻改口未婚還要請婚嫁 欠缺擔任財務管理職的誠信特職 且該工作有急迫性需求 而解雇該名員工遭到勞工申訴 高市勞工局認為雇主設婚姻歧視依違反救福法開罰三十萬元 雇主不服提訴願被駁回後又提行政訴訟 但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認為勞工職務是行政職 無涉財務加上雇主經面試錄取勞工 即表示認可其專業能力跟結婚與否無關 不會此案但全案可上訴 民眾看法不一而業者致解稿前尚未回應 但勞工局也提醒雇主無論性別 性向 種族或婚姻等都屬隱私 雇主不應要求勞工提供 也不能以此做不僱用的理由 遇類似爭議要妥善跟勞工協商 而非直接解雇 否則可能因歧視而設違反救福法 埃罰 記者陳煥宇 許正俊高雄報導 高鐵公司在兩千零七年通車之後 沒有支付國定假日和超十加班費給員工 金額是高達五億元 之後因為高鐵企業工會的成立 還有北市勞動局的介入 所以高鐵在二零一六年先支付了一半 其他二點五億是到現在都還沒有支付 因此近期北市勞動局是邀請到了工會來討論 將會在二十號進行勞資協調會議 也呼籲高鐵欠錢不要欠過年 高鐵企業工會爭取加班費多年 因為自通車以來 公司未支付國定假日與超時工作加班費 共五億元 雖然二零一六年公司支付一半 但還有一半拿不到 近日工會成員與台北市勞動局會面 勞動局排定二十號要進行勞資協調會議 呼籲資方欠錢不要欠過年 勞動局曾於二零一四年底對公司實施勞減 抽查後確認資方有為給付加班費等違規 開出兩張罰單共罰三十萬元 為此雙方進行行政訴訟 各一勝一敗 皆再提上訴 高鐵認為並非積欠勞工加班費而是在等待判決結果 再來辦理剩餘半數爭議加班費是否發放的事宜 但勞動局希望高鐵及早處理 希望一二二十號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高鐵的資方 可以提出這個所謂的歸還的時間 還有它的騎乘跟它的這個歸還方式等等 勞動局指出受影響勞工約兩三千人 高鐵企業工會低調只表示 希望公司重視勞工權益 高鐵則以新聞稿說明 公司秉持照顧員工 以實施優於勞機法的加班費率 只強調期待最終判決結果確定後 爭議能夠解決 而上訴是為了兼顧員工與股東權益 記者委員陳昌偉台北報導 南部大賣場的保暖加溫用品可以說是供不應求 像是暖暖包還有電暖器都缺貨了 廠商也只能夠持續的寄貨 結果在南投是有一位老先生 他不小心把暖暖包當成料理包拿來拌麵吃 幸好被外籍看護發現 綜藝觀察目前已經出院 廠道內散佈著一塊塊粉狀的白色沉澱物 但這可不是體內該出現的景象 南投日前一名八十歲老先生 不小心把暖暖包當成料理包 剪開來把鐵粉加進麵裡拌麵吃下肚 外籍看護看到嚇壞了 趕緊阻止他繼續吃麵送醫掛急症 而民眾聽到都說有點難以置信 幸好老先生務實的量不多 雖然胃部有發炎 但醫師表示 住院觀察兩天後沒有大礙 已經辦理出院 而暖暖包的成分含有鐵粉 活性碳 眼淚以及吸水性素質 會持續釋放熱能 醫師也提醒 千萬不要吹吐 否則孔造成黏膜灼傷 就不要去吹吐他 我們就是就以後 再由醫師判別要怎麼處理 會比較好 通常年紀大 還有小孩的話 就可能要特別注意 另外寒流節2.3報導 也讓原本氣溫較高的南部 保暖加溫用品需求大增 不少賣場除了買不到暖暖包 甚至連電暖器也斷貨 民眾跑了好幾家店都撲空 直說很頭痛 最近都買不到 就找了大概 六間七間 連同燦昆跟大倫巴那些 我都找過 都沒有 我就只能語容衣穿多一點 不然怎麼辦 賣場業者解釋 跨年期間已搶購一波 第二波寒流來了之後 電暖氣幾乎被民眾搶光 一直到現在都沒貨 目前也只能持續追貨 而16號冷空氣將再度南下 台南地區預報僅十一度低溫 看來這波缺貨潮 可能會再持續一段時間 也呼籲民眾要注意保暖 記者 文正橫裝置層 陳關勳南投台南報導 有民眾向時代力量立委 陳焦華檢舉 去年十二月十一號 台塑六勤發生漏油事件 但廠方沒有通報環保單位 還擅自移除了受污染的土壤 並焚化 指控這是要把污染毀失滅積 而年輕環保局就表示 未通報的話 將開罰一萬到六百萬元 而近自處理廢棄物 最終也可以開罰三百萬元 時代力量立委陳焦華 拿出照片指出 他的辦公室接獲民眾檢舉 指出台塑六勤 麥寮港碼頭 上個月十一號 出現油槽漏油 而且一漏就是九十五公餅 相當四點五輛油罐車的油 事後台塑不但沒有通報環保單位 還自行移除了受污染的土壤 運去焚化 遭懷疑再毀失滅積 經濟部工業局表示 自己也是接貨線報 在事發後隔天主動進場 稽查 洩漏的燃油 是流入防疫體內 並無流入其他水體 但知情卻不通報 地方環保局 工業局坦言 需要改進 我認為這個是我們可以再改進的地方 雲林縣環保局則在漏油事件後二十天 才接貨通知進場稽查 並在這個月十三號 進一步針對土壤與地下水採樣 環保局表示 六勤為依法通報漏油 將儲一萬到六百萬元罰還 而禁字處理焚化污染的土壤 則違反廢清法 可裁罰六千到三百萬元 記者們陳昌回臺北報導 永達技術學院在一百零三年八月停辦 教育部是直到一百零八年三月 才申請解散董事會 而這段期間解職董事是抗告兩次都被駁回 雖然再提上訴 但教育部也籌組了公益董事會進駐 來進行法人解散和清算 教育公會是認為 這屬於遲來的正義 永達校產如果可以歸功 來補償教職原生權益的話 那會成為私校退場典範 永達技術學院停辦至今超過六年 期限內副辦和轉型未通過 董事會誘報財務問題 教育部向地方法院申請解散 由於董事會兩次抗告被駁回 教育部籌組公益董事會 包含熟悉法律會計 校務行政以及一名前永達教師 共十五名公益董事 十二月二十一首次開會 預計本週日十七號到校勘查 和教職員座談召開第二次董事會 這個公益董事會 他的其實只有一個任務 就是進行法人的解散清算 當然在清算的過程中 對於過去教職員的相關權益的 這個補償的討論 或者是校產的一些清查等等 這個都是董事會目前要立即著手的工作 教育部表示評估三審勝訴機率高 才籌組公益董事會 而法人解散清算後的財產 將以社會最大公益為考量 對此高教工會認為 教育部早該這樣做了 這是遲來的正義 期待公益董事會補償受害師生權益 而根據會計師查核報告 永達校產還有九億多 包括說像是老師的部分 他們沒有拿到任何的資遣費 永達當初六百多位學生 學校無預警關閉後 有三百多位學生 是失學錯學的狀態 沒有領到任何畢業證書 然後他們繳的學費 甚至變成學貸 校地產權積欠教職員薪資或年金 公益董事會得先清查再討論 高教工會則強調 若校產回歸公共 妥事補償師生 將是第一所大專退廠後歸公的典範 而這也代表退廠條例若真要立法 也應遵循這樣的精神 不讓私校藉由拖延退廠後歸公的時辰 再行無軌搬運 記者林曉惠沈志明台北報導 國內房價蠢蠢欲動 為了提升實價資訊的品質 北市地政局和屏東大學合作 利用大數據資料和計量經濟模型 來輔助查核 從今天開始 台北市的實價登陸案件 會從每週揭露 縮短成每日揭露 如果和實價登陸的資料不符合的話 也會主動移送檢調單位 國際熱線流竄 國內房價蠢蠢欲動 利元在去年底三讀通過實價登陸2.0 為了提升實價資訊的品質 北市地政局與屏東大學合作 運用大數據資料以及計量經濟模型輔助查核 從十四號開始 讓台北市的實價登陸案件 從每週揭露縮短為每日揭露 那目前內政部對於全國的實價登陸資訊的揭露 是十天一次 台北市現在是七天一次 但是我們從今天開始縮短到一天 資訊的公開透明正確與否 其實是可以防止就是惡意的哄抬或炒作 北市地政局表示 從一百零七年起就採用智慧 檢核系統查核實價登陸資訊 透過超過二十萬筆交易案例 所建立的大數據資料庫 應用系統分析歷史房價資料 判讀價格資訊 並在一百零八年起 與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合作 就價格偏高偏低的案件 向估價師諮詢 尋求第三方專業意見 減核價格合理性 降低實價登陸申報不實之可能性 今年在以電腦自動化估價 比對實價登陸資訊價格合理性 將強化查核的力道 大家對實價登陸的憂慮 就是說資訊揭露得太慢 今年因為我覺得市場 還是一個熱錢 或者是低利率的環境還是在 學者認為運用大量估價系統 能加速實價登陸資訊查核的效率 不過因為熱錢湧入 加上低利的環境 是否會因為實價登陸2.0上路 而讓房價波動變小 後續仍有待觀察 台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在兩年前開始推動全市機車收費政策 目前是從商圈的周邊 擴展到捷運站的周邊 市府強調實施路邊的機車格位收費 是要鼓勵民眾 來搭乘大眾運輸 檢視了收費區 也發現車輛長期佔用的情況 有所減少 聽管處人員是提醒市民 從一月十八號開始 捷運淡水線的圓山站到象山站 周邊一共是有七千一百個機車停車格位 都會納入每日一次性收費二十元 對此周邊的店家是樂觀其成 覺得可以改善長期佔用車格的老問題 目前臺北市的收費機車停車格 大約佔總停車格的百分之十八 市府表示會檢視來供需 在必要處再來設置停車格 預估在今年 但水線全線的捷運站周邊的大型巷弄 都會納入收費的措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臺灣地區天氣相當的穩定 各地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那不過呢 清晨由於夜間輻射冷卻效應 所以還是出現低溫 尤其是在中部以北地區 還是出現了六到九度的低溫 甚至桃竹苗地區還出現六度以下的低溫 不過白天隨著太陽的照射 溫度迅速各地大致上都上升到二十度以上 我們來看一下明天的天氣圖 從圖中可以看到明天大致上吹的偏東風 那臺灣地區天氣跟今天類似 仍然是比較穩定的 不過在清晨的時候 由於輻射冷卻效應 所以在高雄以北宜蘭花蓮金門還是有可能出現十度以下低溫 那白天在東半部地區 東南部還有西半部地區 大致上都會出現二十四二十五度的高溫 那其他地區大概是二十一度以上的高溫 那我們這一波的強烈大陸冷氣團 在星期六的時候會出現南下 而且是越晚越冷 在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會有局部的短暫雨出現 那在星期六以及星期天這兩天呢 在北部還有東半部都可能會有雨的狀況 那這一波的強烈大陸冷氣團 預估會持續到下禮拜一 禮拜二會逐漸的回升 那我們來看一下小丁年的部分 在明天的話是天氣仍然是比較穩定 白天溫暖 不過各地早晚氣溫仍然比較偏低 西半部日夜溫差會較大 可以達到十度以上 強烈大陸冷氣團預估在星期六到星期一之間 會影響到我們的天氣 以上氣象資料是由中央氣象員提供 我們現在來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北部是七度到二十四度 中部是八度到二十四度 南部是十二度到二十四度 南部是十二度到二十四度 東部是十二度到二十四度 外島是九度到十九度 關心明天的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竹苗 到中央地區中部地區 海公平地區普通等級 我們將來是敏感等級 原來環島良好等級 外島地區是普通等級 感謝您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我們再會 中央都很乾燥 私願錄話 中央廢山 超級別的 iggly眼船 本身を燃 Rand 橫蜂空